您好 您穿鱼蛋 聽不清楚啊 聽不清楚啊 公駐鱼蛋 可是我想問一下 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穿紅色的衣 睡覺的話會有影響嗎 沒什麼影響 會使一般穿其他衣 那顏色的睡衣 改得比較好嗎 少穿紅衣服 因為女人 你去看好了 惹活的女人都穿紅衣服的 就是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能穿這種紅的 不好的 像一般晚上我們睡覺說 睡衣選什麼顏色比較好呢 淡一點的 清淡一點 所以要清淡 聽得懂嗎 尤其你如果是兩個人 夫妻兩個 你不要穿紅的 不好的 如果是一個人都沒關係的 明白了嗎 明白 如果一個人睡就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呢 到了晚上最好 因為不一樣的 紅的這個東西呢 要么就非常好 要么就是一種阻礙 聽不懂啊 哦 阻礙 一般是阻礙到 比如說好像 有時 靈性啊 這一些 是阻礙到靈性還是 不是不是不是 睡覺的時候 你穿的衣服 是寬鬆的 而且你到了晚上 是處於睡眠狀態 人家氣場是散掉的 聽得懂嗎 所以你穿紅的就惹事了 聽不懂啊 哦 好明白 啊 穿淡一點的衣服 對啊 你做一功夫的話不一樣了 那就是什麼 紅的就是能量了 哦 對 有一個同事他就夢見 上次他夢見他去一個通靈人的住處 然後進去通靈人的住處之前 他就一直默念 關心菩薩身號和南京菩薩的身號 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 就跟那個通靈人說 他要化解問題嘛 通靈人就說 剛剛看到菩薩經過 然後就有一點嚇到這樣子 然後同修就 就 默念著關心菩薩身號 通過了這個 因為有念身號的關係 同修身上也穿著 紅色發亮的衣公服 所以 通靈人 就沒有辦法對他 就是 施法還是 找他這樣子 早就跟你們講過了 你看穿著這個衣公服的話 會閃閃發光的 因為 他是等於受過菩薩的加持的 因為 衣公服很 很莊嚴的 不要開玩笑 聽得懂嗎 還有啊 去找通靈人幹嘛 發神經 所以看見 菩薩不求 去求通靈人 喔 喔 喔 這個是 不小心做夢 夢到去到通靈人那邊 喔 然後就 就發現他們的廟裡面 就是那些人啊 就是怪怪的 然後 就是 每次師父說 就是他們請那種小鬼 來辦事啊 對啊 通靈人們全部是請小鬼辦事的呀 對 他的小鬼就會變成好像老人 還是變成一些 比較 好像 就是有一點像假的 莊嚴的樣子 然後 他一離開的時候 同學看著那個人離開的時候 他就 奇怪怎麼變成小孩子 越走越像小孩子 他走得越遠就變成一個小孩子 喔 原來是小孩子來的 喔 原來是小孩子來的 嗯 然後 就真的是 少接触這一些通靈人 因為同學之前 修心靈法門之前都不知道嘛 就接觸了很多這些 這些廟啊 還是這一些 少接觸啊 少接觸啊 嚇死人的啊 嗯 所以就蠻麻煩的 然後 他們一直要帶同學去一些比較陰暗的地方 就是那些地道啊 地動啊 就是一直要引誘同學走進去 同學就不要 就是說 我不要我不要 我要去找心靈法門的同學 然後 那個那個 就是那個通靈人 他就突然間 威脅拿刀子出來威脅同學 然後同學就搶了他的刀子 通靈人竟然把自己的手指給割斷了 現在知道了吧 現在知道了吧 正法難求 自己要知道這是正法 明白了嗎 對 所以他們也是很避忌 呃 就是 因為自從我們修了心靈法門過後 同學就很少發噩夢 就是晚上被壓身 對啊 然後還 然後被靈性出去 過去很多人就是這樣 經常呢 發噩夢啊 被鬼壓身啊 因為他們見了很多通靈人啊 見了很多 各種各樣的人啊 啊 念了各種各樣的佛咒啦 好了 現在學的心靈法門 噩夢都不發了 聽不懂啊 很少發 就算發噩夢也會 老實說 喊關心菩薩 都是 一叫菩薩就來了 好啦 對喊關心菩薩 只要一一到關心菩薩救我 然後 通常都會看到 師父法身出現 嗯 好了 所以 看見師父法身出現 說明你檔次還比較低 你如果一叫菩薩出現了 關心菩薩來了 說明你修的就檔次高了 聽得懂不啦 我說真話 師父辛苦了 師父不一樣 師父的法身每一次出現 都是 呃 就是幫助每一次 遇到了每一次 不一樣的 磨難 災難 病痛 都是不同的法身出現 幾乎都是不一樣的 算是不同的衣服 不同的年代 都有 真的 不是 就是方單軍事的法身 所以 遇到很多